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羊 我們現在要來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那我們要挑戰的是LV2 這邊的話直接帶大家用雙阿爾 一樣是雙阿爾 但是隊員有一點點不一樣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他們的作用分別是什麼 好第一關這邊呢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木珠拖到右半邊 至少5顆好不好 把它拖到這邊 然後消一下雜珠 好那雙阿爾的話是65%的減傷 那攻擊的時候光星一起消傷害會比較大 好這邊這個跳了 我們把它開下去 好那記得就是把那個 強化珠轉進來拼圖裡面 好OK 好來第一關這邊過 那稍微記一下光暗的位置 沒記住也沒關係 這邊就是如果你沒有記到的話 就一律採取疊珠 新珠 就一律疊就對了 好這邊開優子 優子開了之後就只剩暗星 還會偽裝成新 版面就會清爽很多 好不過這邊我要跟大家說的是因為 雙阿爾65%的減傷 所以這邊是挨得住的 挨得住連擊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 來稍微洗一下技能 好來這邊一樣就繼續洗 你看場上這個 也太多了吧 來這邊再洗個一回合就可以差不多啦 好可以準備進關了 場上的心還是很多 有點不知所措 好這邊合體先開 然後一樣就把那個珠子疊一疊就準備進關了 好 來接著 手消大於等於7 這邊其實有優質的版面 有優質的主動技 所以版面其實都還算好轉 好 來接著下一條血會突襲2萬 那突襲以外你還要造成10康以上 10康以上才可以造成他的傷害啦 然後再來他會石化你4顆 如果覺得版面太醜就關開一下湧子 那這邊的話因為合體啦 所以隊伍技會改變 就是 你消的話 木星會在 掉落 你消的話會再掉落木星啦 所以平均大概再多個1-2康左右 所以你如果有 有消到8基本上就OK了 如果沒有 沒有把握消到8就關開湧子 因為湧子是必定10的版面嘛 好這邊不能消光 然後他是攻前盾 這邊我想一下 光珠也可以用疊的就好了 好這樣子 OK 那因為阿爾合體之後他有無視攻前 他自身有無視攻前 所以就直接打過去 好來接著這邊他會引爆光來增加自己的攻擊力 然後無視減傷 所以看我才會是骷髏頭 這邊我們就開這個 讓他自己去打一下 好這邊有一回合攻擊零化 所以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那你如果這一回合沒有打死他的話就 欸對 可以不打死他耶 那等一下吧 先讓他自己再打自己一下 欸不對我這樣應該帶走他囉 好還沒還沒還沒 好來自己去打自己 就當做是再多洗一回合技能 好 這邊帶走 好來接著班的這一關呢 轉完記得把龍克 欸不對不對是伊連恩 啊抱歉 好來這邊是大魚等於七康 那這邊你一樣只要消到五 讓他天降下來有七就OK了 好 這邊木沒有 木的傷害沒有辦法造成 所以他只能靠光的追打去傷害他這樣子 好接著這邊的話 好我想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們要先來破他的隱身 庸子可以破啦 不過我在想這個龍脈儀 好等一下我們先想個辦法好了 我們先轉個火星 就好 就是不要讓combo拉到太高 好這樣子小小力的打他 然後就一樣剛剛的動作再做一次 注意不要消到木珠 好這樣 這樣應該還是小小力的OK 好然後這邊轉完記得把龍克開下去 那因為要開龍克所以我先把聲音切掉 這邊轉完記得把龍克開下去 因為他下一關會吸龍脈儀來增加自己的攻擊 如果真的被他吸到了 我們那邊就沒有辦法洗技能了 這樣子好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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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就直接帶走 然後他的光牆水牆拼圖 其實我覺得可以在這邊稍微洗一下技能 不過這個水牆拼圖看起來好像蠻好解的對不對 我們來想辦法試著解看看吧 好這樣子 可是這樣應該沒過吧 對啊 好啦那這邊就變成我們慢慢跟他洗 然後等下洗到之後 再看要開這隻還是怎樣 去破他的拼圖 欸這邊也可以開欸 欸對欸 等一下 喔 喔這邊就直接解過去啦 我本來是想說等那個龍克在跳第二次的時候 就直接無視拼圖把他帶走了 結果忘記有一個好用的東西啦 好來這邊 唉唷 他這邊遇到的這隻 運氣很不好欸 好來這邊可能要想辦法A過去囉 他這邊有風暴 來我想一下要怎麼A 如果等下A不過去就開龍克了 這邊其實本來龍克上一關就該用掉了 好這樣子 好來來來來來來來這邊要開龍克了 那就是再把聲音關掉囉 哈哈 遇到這隻真的是運氣比較不好啦 因為你附加會被弄掉 好來 這邊新珠可以切成兩組 水珠也可以 好來吧 這樣子這樣子OK 龍克吹下去 因為這邊已經 庸子被弄掉了 這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啦 好 好 來這邊帶走 來就來到王關啦 這邊的話我想一下要怎麼去做一個順序 好先開一隻阿爾好了 然後轉木星出來 然後我們再開這個 保命 好然後 哎唷好緊張 來這邊一樣在開吼 轉個目光星出來好了 好 好 好優子打開然後開這隻 去吧 好然後就 就就就就就想辦法把它弄掉了 好 OK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是不能銷到 他是不能銷什麼 都沒有不能銷的喔 哦 沒有不能銷的那就好說話囉 來這邊開個1.8倍 真的嗎確定一下 首回合 好好好 OKOK來這邊就直接轉了 好 好 OK這邊的話呢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我們的雙阿爾通關LV2 給大家做參考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